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介绍这支也是一支重口味干笔 金星六腰,然后这个应该是库存病了,这个盒子 这个有点那个,然后还是废话不多说先把这个给 我先拿出来一下,然后这个泡民也给他放一边 然后这个也看到了有点黄了 但是我没太懂这个设计是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个,但是这个会比那个之前做那个大炮的那种 那个什么金花G97会比较怎么讲的 比较合理一点,就是这样子插拔还是比较合理的 而且这个形其实还挺漂亮的 说说这个这个笔形其实非常挺真挺好看的 我觉得,然后这个我们先来 看一下它这个整体的一个笔的重量吧 我觉得这个去量重量应该没有人敢进去吧 这个应该是那个亚克力 好,那个先看一下这个长度重量等等的一个数据 哎呀,真的是 哎呀,真的是 哎,最近你们是怎么了 这看的比好像越来越不像比了 这是不是想我做其他类型的视频了 呃,一百,一百七十吧,这也算 嗯,一百七十 然后这个再下来是重量 重量,刚刚拿起来其实挺轻的 前面的这个总成能 基本上啊,能看到这个线呢 都是拿一个线成的,然后沾上去啊,这省成分 嗯 好 这个重量是,哇 7.7啊,有史以来最轻了 7.7我记得是我做视频以来 哇,这个不错,轻的笔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个爽感 然后再下来就是笔尖吧 这个估计是616的那个笔尖吧,我估计 钢尖是肯定了 然后这个笔尖,嗯 怎么老是看这个应该也是常规的一个笔尖了,反正就是 源头,然后中缝倒是没有歪也挺直的 出木应该也算是比较细的 你看这个缝没有漏光 然后再下来的话 呃,笔头也挺圆的,反正就是 好 那个 这个我先收一下 然后再下来这个看一下这个笔啊 嗯 首先是,那这个形体说说我真挺喜欢的 就是单纯以形体来讲 然后呢,对比一下它的这个 嗯 你看这个反光度 嗯 应该没必要再看下去吧 你看这个哪那么远已经很明显了 再细看就没必要了 再下来的话,嗯 我好像没有一支标准的按间比来进行一个对比啊 是不是应该搞一支那个标准的按间比啊 然后但是我 暂时的话也不太想放那国产的 但是按间比去对比的话 好像就拉米两千 别的我好像也没有想到了 那我就这样子放着吧 你看这个 按间的话 体型的话大概是这样了 就是挺修长的,但是会比200还要再细 呃,哇 这次的200好漂亮啊 这个感觉 好,那个先放一边 然后146我觉得没必要再拿出来对比了 如果是这支笔的话 倒是我真的没太懂啊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夹子吧 好吧 这个夹子到底是怎么用的 这次桌子然后有一根杆吗 但是它是夹在一根杆上 如果你说像是夹在桌子边上 我还能理解 也不像是锤子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那个缝面啊 也不像他这么拿 哎,能固定啊 可以啊 能固定能固定 你看 不会倒啊 然后我拿拿一放 咦可以啊 这样 咦可以可以 是锤子给我夹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直接一顺手拿嘛 但是这个夹子 还是真的没没太搞懂啊 而且这么粗的一个弹簧 再下来就是它上下 其实你看不是很齐 像这类的话我比较感觉 而且摸起来就怎么讲 它是这边是最最宽 然后这里是收进来的 我拿一下卡子量给你们看 那我现在量的是 最外的这个部分 我就直接卡吧 36.39左右 然后我现在卡 最里面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看一下啊 你看它是有个写面在这 35.82 这边是30 刚刚人36吧 我都忘了哎呀 谢谢对 36点多 那这里它其实是 你现在看可能看的不是很出来啊 啊 但是这里是往里面收的 然后这个通透度 嗯 我觉得好像玻璃可能怕碎了 但亚克力的 不知道是不是太久了 然后黄掉了 如果是这样子有点怎么讲的啊 怎么啊 说不出的一个破旧感 应该叫破旧嘛 也不用叫破旧 它这个用的话也是没有什么一个大问题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这个顶针啊 又看得到了这个顶针的位置 如果从这里看你看 其实还挺清楚的 然后再下来是中间这个洞 这个圆形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意思 然后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裂了 这个我真真不不太确定 然后再下来的话 嗯 说实话 真搞不懂这个功能是怎么用的 倒是这个笔的笔形是真挺不错的 如果是我把这个 应该是可以选出来的吧 我估计是螺纹吧 不是螺纹的现在 如果是没有这个东西照这样子一支笔 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就单单这样子一支笔 然后就这样子盖帽 当然是固定方式可能是插把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样子一支笔这样子挺 挺修长的一支笔 然后再把这个尾部给切一下 那就这么长 就这样子一个长度 或者再长一点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形其实就很漂亮了 有点像那个飞船的那种 或者是汽车那种 就那种线条的一个切割这样子 好 然后上面写了go star精心 go golden star精心的一个贴纸 这个可以撕掉 我当然我就不撕了 好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整支笔非常的轻啊 然后尾部这个地方 呃过度 我觉得过度不是非常顺 你看这里一收 然后这里就直直了 你看到我这个这个线条 他就不是非常顺 那这我觉得这个地方一般般 然后再下来了就是 这个地方吧 不知道为什么 库存笔总有很多的这种印 嗯 那有知道的观众告诉我一下 这个印是是怎么来的 是 你呃久了 然后就会出现的还是怎么样 然后再下来这个一旋 然后就上墨 嗯 怎么讲呢 我觉得这种笔台的话 他其实沾水笔就可以了 真的 没必要上墨 因为都放在一个台面上了吗 我觉得他 这个放上墨 我觉得还不如整支笔人拿走了 对不对 西墨器是为了这样子出现了吗 不然的话也不需要西墨器吗 如果是说放在桌面上 我沾个水再写也可以吗 或者是说 呃现在的笔其实便利性已经解决了吗 那这个像这类个笔 我觉得就不一定要保留这些元素 然后精心啊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题 倒是挺有挺有感觉的这个题 好 那整支笔的话 呃大概这样子吧 其他的我觉得 能讲的不多了 我倒是这个夹子真的没开看懂 放在哪里夹的 这是我最大的疑问 倒是他这个地方做的挺好 就是你看就完全不会松动 你看就我随便 我随便拔 你看完全不松动 好 三下墨 看一下啊 来啊 来两下应该就OK了 你们擦笔是用布还是用像我这样用纸 用纸我一直觉得很浪费 然后用布的话感觉就是这这块布专门就是为了擦干笔的 但是我平常又没有这么我主要我干笔我不是天天上墨 就是不用天天泡墨水 我觉得我觉得搞快不做这个事情也挺多余的 啊 试血一下先吧 还是 哦 血感不错耶 你看 得快再拿那个waterman给你们对比一下 好细哦 这个笔是不是我用初间用习惯了 我利用是一个M间了 因为 然后 我好细 然后我压一下 压下来好像还也没什么感觉用力压的话 但是这些这个因为很轻啊写起来非常顺手啊 笔倒是不错耶 你看这个行云流水写字速度马上就变快了 就是如果有那个平常就是有看我写字的话 其实我写字速度都不一样用布专笔 然后这个500钉啊 OK 看这个 出风应该是比较难的 但这个笔真的好细啊 那下来 呃 这个应该一对比就能出来了 哎 没对焦到吗 可以 啊 可以可以 可以0.5 你看这对比就很明显了 啊 他上面好像我记得买回来还是0.5的 然后这个 这个出息度倒挺烂的 就怎么怎么讲呢 呃 非常的意外 而且这个出息度真的如果写中文绝对满意 然后写起来的时候你真的感觉这个笔非常尖 就好像在针在纸上面戳一样 但是你不会觉得刮纸 然后写起来也非常的硬实 这个笔真不错 这个 看 那写起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就是有点像针在纸上面滑 这个就感觉非常细了 然后再下来的话阻尼感什么的 因为特别细了 就没有什么阻尼感或者顺滑度了 因为这个笔你看 这么尖 然后 啊 我对焦一下 你看这个 超级细 好回去 好那这支笔反而就是最不错的是他这个这个笔尖 我觉得擦下来鸡尾到别的笔也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 呃 好那大概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擦一下然后给你们 看一下这个啊大概这样吧好吧 好那大概这样子吧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有什么我漏奖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